講座呢 跟大家介紹的是叫做巴金森市政的排尿障礙 巴金森市政大家都要聽過 我們老年結婚 有時候有時候有人來手會削 要拿麵這樣去削 走路時開始走不了什麼人 慢慢走慢慢走出去 平衡感不好 慢慢有時候會變成說我們講話不好 睡覺吞煙什麼都有問題 這個有巴金森市政 巴金森市政是因為我們的大腦裡面有肌體合出問題 雖然在肌肉的平衡感上面就不太好 所以容易造成身體上一些行動的障礙 走路 生理 要拿麵刺 這樣不好使 所以這種問題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排名 當然這個症狀有時候輕 有時候打 如果沒有治療 巴金森市政 他媽媽的病症 吞咽困難 所以有的人會嫁到 有時候會呼吸困難 所以到很嚴重 甚至沒辦法呼吸 就要倒呼吸器 所以這是一個要治療的神經性的疾病 現在就是說這個神經性的疾病 是怎麼會造成我們的泌尿道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要請注意 巴金森市政的人 他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大腦的肌體合 和膨胱的控制 膨胱的控制有什麼關係 所以膨胱的控制 感覺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稍微控制不好 這樣有力量很快 稍微就要去不去膨胱 不能輪太久 輪太久 輪太久的時候有時候會出出來 那些人也覺得 有些輕微排尿困難 要放流好像沒什麼好出來 有的人就說 坐下了 女兒就說 這樣可能是我們這個 攝護腺的問題去找醫生 有時候醫生人說 你老婆的攝護腺有大 然後我們來做秋孫 這樣就糟了 如果真的是巴金森市政的人 他會很少心 有可能是這個肌肉的問題 不是攝護腺 我們要放流的時候 我們這個要去開關 尿道後躍肌 這個開關好像卡鉗 放不冷 放流不好洗 不是攝護腺 但是我們就譬如說 他會有肌尿的勁 所以如果這個開關勁氣 有時候會勁不住 隨著病況嚴重 巴金森市政的人 排尿困難 也越來越嚴重 我們的擴隙肌 沒有辦法放鬆 有時候放一段 放一段 放一段 有會間歇性的放鬆 因為放流放不乾淨 所以有時候就有殘尿 殘尿就容易造成尿路感染 甚至有時候有發生急性尿滋瘤 放流都完全放不出來 還是放到一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兵 比較全身 所以我們要看這個白癡 所以看到要放流的時候 蓬股只要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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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進去 一直放鬆後流流到它出 放後這個問題 沒有蛇乎線的問題 因為這個蒜的門都開開 但是three 如果放不出來 醫生就來說動作蛇乎線 去做抽出 這樣就不好 有時候有些人要斷很久的 蓬股壓力很大 一直把肌肉放鬆 放鬆 放鬆出來 壓力不大 損失出來 但是後來他又跳起來 這就是特色 前列腺 當然我們碰到六十歲以上的女生 會比較大 巴金森試症 都差不多六七十歲 比較明顯的發作 所以這時候有時候都會叫做前列腺肥大來做治療 那治療 如果是用藥分治療是要緊的 但是你如果說去重刀 那就好 因為你如果重刀 譬如說不好 過凍 這個症狀大 本來是有一個痘痘在那裡 現在這個痘痘不去 所以容易造成膀胱過凍 尿失禁 所以我們在泌尿科的教科書 或是我們做老師在教學書 我都一載強調 就說 這個人 如果有一個看到有巴金森試症的時候 千萬五千 輕易去進行前列腺手術 這邊大家還是說 我們來注意 有時候醫生說 叫你做手術 你就要問一下 有什麼 真的會好 沒問題 你問三個步 是不是 醫生有大家說 我還好 看看 OK 所以你看看有些人 真正前列腺迴大的時候 放流的時候 壓力很高 放不出來 我們看到這個動條 真正人說動條才沒辦法 我們也是要做手術 但是如果人不是這樣 我們就不要 有時候有些人是尿道狹窄 尿道狹窄的時候 放流慢慢的 不是前列腺迴大 也很可憐 好 一直到末期 前列腺 巴金森試症比較厲害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說起來 我們經常看到的人 嚼勞很慢的 都這樣不好吃 吃飯 手 都拿筒 都不穩定 藥物治療效果不好的時候 就會有大量殘尿 尿路感染 這時候 如果你說丹心 丹心說 他的手術或什麼 會去導流 那時候我們就要用間歇性導尿 或是神祭 油脂導尿也沒關係 我們比較穩定 我們現在居家護理做得很好 所以居家護理師可以幫我們家裡的巨大人 或是家人來換藥公 我們就中期換 其實也是很好的 不一定說 一定要自己放流 你放不乾淨 放不乾淨 放不乾淨 我們就用倒尿的方式 讓藥排空 如果比較不會有細菌感染 這樣會有問題 如果放到膨胱 如果慢慢變成沒力 我們千萬不能說是要做秋孫 讓自己用負壓來解小便 這樣才不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白金森試症排量 有些人就被說都沒什麼爛 放一層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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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很大的困擾 當然 如果真的有膨胱過動 我們當然有抗膽檢藥物 還是交感神經興奮劑 來放鬆膨胱 讓它比較不會過動 如果是前列現列的地方 尿道比較矮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藥物來放鬆肌肉 讓它放到那個開關 外擴的比較鬆一點 現在我們也可以用小劑量的肉土感菌素 來治療膨胱過動症 或是來治療尿道 放鬆不好 那大家說那個水龍頭 外擴的肌放鬆不好 我們也可以用肉土感菌素注射 注射 注射完冷氣後 它就比較好放鬆 這樣 如果說一段時間 六個月 九個月 我們再煮一次 這樣寄救 我們不用說 造成需要開刀的危險 這也是一樣 一個巴金森試症排量 不順 慢慢的 沒三人 但是放鬆純殘料 我們可以考慮說 用注射的方式 來增加它排行後的能力 所以巴金森試症的人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它的中樞神經有問題 所以我們對這個放鬆的控制外擴胃肌的放鬆 沒辦法很好 我們可以先用油來治療 沒辦法 我們要用抗胃肌 注射肉土感菌素來治療 這樣才能夠解決它們的問題 所以咧 我們人都會老 有時候有些人 稍微有輕微巴金森試症 就要去看醫生 你如果調藥 調好了 我們就比較不會 運動的神經就比較穩定 協調比較好 比較不會放鬆的問題 行動也會比較好 如果真的放鬆真的不好 就要快找密尿科醫 先來檢查 看問題在什麼地方 是膀胱過動 或是尿道 抗胃肌 放鬆不好 如果是前列腺 真的很大顆的 我們就要用油來治療 千萬的手術一定要很確定 沒有用藥物 沒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就先來做手術 千萬不要說 現在有些未來做手術 這樣不好 我們慈激醫院的密尿部 都隨時關心大家的密尿系統的問題 所以我們每天在這個中午的時候 會有一個衛教的時段 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我們應該知道的密尿科的小嘗試 我們四月份 我們也有這個 由我來跟大家講 夜間多尿的煩惱 為什麼尿會滴滴答答 還有小孩子的尿床問題 還有我們的化療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願意 再利用Facebook直播 來收看增加我們這些密尿科的小嘗試 謝謝各位